大家好朋友们啊 接着跟大家聊这个连云港的啊 把人家睡了啊 又给人家抓了啊 这位女辅警 现在他老爹出来说话了啊 刚才我跟大家交代了一下 我说301有个护士 我同学 小学同学啊 就是还是邓小平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啊 然后呢 我初中有个同学 河南州口的 后来回州口了 从北京回去了 回去之后 先是护士 后来调到交通局 还嫁了一个 州口市交通局的副局长 现在是在税务上 也考了公务员了 也是这个成为国家公务员了啊 我后来想了想 我认识的护士还不少 府外医院 府外医院 有一个护士长 是我小学同学啊 这个中日友好医院 有一个护士长 是我初中同学啊 这个我还认识一个岁数大的护士长 就退休了啊 就这些人 基本上如果你要想调到公安去 我怎么听着 是吧 由一个护士 给人打针的 给人家喂药的 是吧 这个护理病人的 变成一个警察 即便是辅警 这个跨度也有点大 是吧 那我们接着啊 这个听他父亲怎么聊哈 记者问 说案发前知道你女儿的私人生活状态吗 就是有没有男朋友啊 这个两性关系啊 他爹啊 他爹说了 这个许样他爹说了 说不知道 说我家大女儿以前知道一些 哦 那可能这许样是他的小女儿 可能家里是俩闺女啊 说我要是以前就知道 我就阻止他了 我要是以前就知道 我就要气死了 啊 这个辱墨门风啊 毕竟跟那么多人睡啊 然后说你女儿平时 没有和你们谈过这些事吗 啊 这个许样他爹说了 没有 他平时在城里 在城里上班吗 啊 大约每周末回家一次 他们家可能农村的啊 住在某一个村里 回来也不聊啊 我老婆 就这许样他妈 平时催过他 说他年纪大了 应该找个对象 年纪大了 啊 但他不让我们管他的事 后来我们也就不谈了 哎呀 人这女儿 搞了很多男朋友啊 说你女儿的经济状况呢 说我们平时也没看到他花钱 大手大脚 他有没有钱 我们也不知道 平时只有他花我们的钱 我们没有用过他的钱 不知道他说的是否真话啊 他在灌云县城有一套房产 啊 在县城买一套房 啊 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夫妻给了他二十六七万块 其中六七万是我们向亲戚朋友借的 不知道说的是否真话啊 二十六七万给了给这闺女啊 然后其中自己家掏了二十万 剩下六七万还找亲戚借的啊 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还债 开庭时 女儿说不想见我们 等以后去监狱看 说你什么时候知道判决书里说的那些事情 说是案发之后我才知道 我们夫妻两人已经没有脸面了 已经没有脸面了啊 没脸了啊 没面子了啊 说他们为什么欺负我女儿 说你们家人都完全不知道吗 这个许晏他爹说了 案发之后 我老婆后来告诉我 大约2019年的三月 有一次海州分局副局长 就那个刘相斌啊 拿我女儿的手机 给我老婆打个电话 他用他女儿的电话打 可能他以为是他女儿的吗 他就接了啊 他在电话里讲了他和我女儿的事情 说我女儿怀孕了 他之前承诺 会和他老婆离婚 和我女儿结婚 就骗他呗 先给你骗上床再说呗 是吧 但他说话不算数 耍我女儿 我女儿和他分手 天天去闹 还寻过短见 他女儿 非要嫁给这个副局长 你不娶我 我还要自杀 哎 真是 这个 这女孩可能也是 想着攀个高枝呗 哪那么容易呀 是吧 徐某的母亲说啊 说我当时跟着刘湘斌说啊 我家闺女不出事就算了 出了事我饶不了你 后来这个刘湘斌说 他会把这件事处理好的 这有一个拘留通知书 拘留通知书啊 是 19年6月19号的 将涉嫌敲诈勒索罪的许二 刑事拘留了 说你妻子之前没有告诉过你吗 没有 他怕我生气 没有说过 有可能 有可能因为这个当爹的和当妈的不一样 当妈的有的时候可以无条件的 袒护啊 或者心疼孩子 当爹的还要个脸面啊 说开庭的时候 你们家属去旁听了吗 说我们家属都没有去 一审的辩护律师说 不让我们去 你看 他们家也老实 凭什么不让你去啊 对吧 我们家的案子 我闺女要被判刑了 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呢 这个解释不了 是吧 匪夷所思 我问律师的理由 律师告诉我们 他问过我女儿 女儿说 不想见我们 你怎么知道不想见 在拘押期间 亲属不能会见 自己的孩子吗 对吧 等以后去监狱看看就行 我想他心里很不好受 不能把屎盆子扣我女儿一人头上 你怎么看待一审的骗 骗 不是骗啊 判决 也不叫骗 是判决结果 我女儿被判了13年 罚金500万 我心里不平衡 法院认定你女儿 敲诈9名被害人 372.6万 他们都是公职人员 不该欺负我女儿 他们给我女儿的钱 是自愿给的青春损失费 怎么能说是敲诈呢 如果说我女儿敲诈 为什么他们当时不报警 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警察 我女儿没有从他们口袋里掏钱 抢钱 作为公职人员 他们欺负我女儿 玩弄我女儿 犯错误的 是他们不能把屎盆子 全部扣我女儿一人头上 这还有一个灌南县 这个监察委员会 扣押物品的清单啊 还有手表 有名表 我就知道一个Omega 其他的我不认识啊 还有手链 Omega有两块呢 还有工商银行 什么泰仓农村商业银行 还有什么冠云银行 叫什么卡 有好几个银行卡 还有笔记本三本 现金50万 我家里有现金就50万呢 这个女孩也有点钱哈 我们家可没有50万现金啊 有那点钱还得还银行贷款呢 这是19年6月4号 灌南县监察委员会 说说这个监察机关啊 监察委员会扣押了你女儿的手表50万现金怎么回事 说有四只劳力士Omega等品牌手表 还有50万现金 说手表我不知道50万现金应该是刘香冰给的 就那个副局长我女儿案发那天他正好在家 他跟我们说刘香冰出事了相关部门要他去配合调查 他告诉我说刘局长给了他50万他要去把这个钱退回去 他那天走了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你为什么要退啊 这50万你也不能确定就是赃款啊 对吧 他给你的青春补偿费 你为什么要退给他 那一审判决罚金500万你怎么看 说我们家我们没有钱交罚金 我女儿被判13年 以后怎么给得起这500万罚金呢 我女儿在灌云县城买的房子 现在还没有被查封 如果真的要罚 房子会不会查封呢 买房款里边有我们夫妻给女儿的267万 这个钱到时候是不是先得花给我们呢 你们后续有什么打算吗 我女儿已经上诉了 我们不知道案件的进展 希望相关部门公平处理 我们现在没脸见人了 这很丢人 周围的村民都知道这件事 他们就村里的啊 但他们当面不会跟我们谈 就背后议论啊 我们心理压力很大 这些官员他们都有罪啊 是吧 就党纪政绩处理还行 凭什么给这女孩给抓起来 这不公平 是吧 这件事肯定是不公平 谢谢大家 不公平啊 我们为他呼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